我是Leslie,请听我的超越Beyond的故事 Hi,我是Leslie,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一个耳术能长的故事 不过,现在听回可能有必有一番的感受 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很喜欢打扮的皇帝 经常都要穿一些很漂亮的新衣 有一天,城里来了两个骗子 他们自称是技术征扎的裁判师 就对皇帝保证他们能够编辑出全世界最漂亮的衣服 不过,他们自称这件衣服,愚蠢的人是看不到的 皇帝就很开心,趕快去拼用他们 而这两个骗子在空空如也的继部机上忙碌起来 没多久,皇帝就派大臣去视察一下这件衣服的制作过程 看看怎么样 大臣看到自己什么都看不到,就怕他上来了 纷纷回报给皇帝去骗他 哎呦,我们看到很漂亮的布料 编辑着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最后当这两个骗子向皇帝呈现上根本不存在的衣服的时候 皇帝当然什么都看不到 不过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愚蠢 所以唯有听这两个骗子所说 穿上这件所谓好漂亮的衣服 后来更穿着这件所谓好漂亮的衣服去出城 结果被天真无邪的小孩子揭穿了 皇帝呀,你根本没有穿衣服的 你干嘛,抹干住下 结果这件事成为世人的笑柄 你有没有发现 皇帝的新衣有时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又或者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时为了一口气 有时为了固存面子 又或者是要关顾一些既得的利益者 一直以来的利益 就会用一个方言去掩盖另一个方言 说真的,其实说这么多谎话,累不累的? 这个故事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 真是有皇帝的新衣 同一时间也有很多热血的婴窗 但是我们又怎么会金心榴莲赛赏 皇帝的新衣刚才所说的结局 就是当这个皇帝穿着所谓的新衣 在街头巡游之際 街上见没有一位小朋友 指着皇帝笑过不停 定车很勇敢地去告诉皇帝 你原来没有穿衣服的 不过,如果这个皇帝只是蒙着耳朵 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理 一直自欺欺人 那里那天之后 又怎么会再听到再富豪的人呢 送给你 掌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会adiサダム Vuot 浩瀚的岁月 为着欲望与理想 迷信的村庄 神秘的中央 患有作天的战场 皇帝的生意 自血的英枪 谁却金山牛年猜伤 为着老去的国度 为着事实的真相 为着浩瀚的岁月 为着欲望与理想嬌扬 梦着已当 眼泪那天不再听到在母后的人 梦着眼睛 尝见黄色景样的那样一度花痕 留在地壳头上 无面的室区 望我的思想 患有显黑的歌唱 谁也冲不开 谁也抛不低 谁要一生流离浪荡 为着老去的国度 为着事实的真相 为着浩瀚的岁月 为着欲望与理想嬌扬 梦着已当 眼泪那天不再听到在母后的人 梦着眼睛 尝见黄色景样的那样一度花痕 我留在地壳头上 我留在地壳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故事的声音 雄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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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